我當天完全喝到斷片 這個真的是我喝到斷片 如果我喝酒喝到失去控制 斷片的行為 喝到失去控制 沒有知道自己的酒量 我是喝到斷片 我是真的喝到斷片 你所判出來的東西 輕到不可置信 親來名嘴朱學恒 斷片還能叫Uber 系統框中沛君酒杯紅猥瑣 為什麼感覺我有點猥瑣 我乖乖的在那邊吃披薩 PT也不坑耶 這樣還猥瑣 打咪吐時代IMG 知名名嘴朱學恒 8月直播到一半 後月QQ是OK來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鍾沛君發文指控 朱學恒去年8月 在飯局上無預警二度強問他 朱圖猛今晚還說 反正你明天也不會記得 當他嚇壞起身要離開時 朱學恒竟然笑著回應 我剛叫的Uber也到了 那中議員這個 對我所做的事情 直接提出指控 我想我沒有辦法否認 因為坦白講 我沒有任何的記憶 所以我也曾經寫了 這個道歉書 然後跟他道歉 那我也願意接受後續相關的法律流程 但是我必須要說 我當天完全喝到斷片 這個真的是我喝到斷片 如果我喝酒 喝到失去控制 斷片的行為 喝到失去控制 沒有知道自己的酒量 我是喝到斷片 我是真的喝到斷片 但是我也願意道歉 我沒有說任何的藉口 我說我跟他講的 嗚 網友對於朱學恒喝到斷片 還能將Uber的行為感到問號 有人準備要收花圈了 我還以為他親中 原來他親中啦 直到你親來 沒想到你真的親耶 真希望魔界不是他翻譯的 第一次看到 統讀藍綠白黃紅的人士 在留言區都站在同一歷程 稱異業者真的厲害 台灣歷史上 可以打破藍綠的 這種對立的人 Lag團結台灣的藍人 還有網友凡竹朱學恒 2020年曾經轉發竹培君的比基尼照 寫到這次寸 我覺得不對 總之呢 你轉發我的那一篇 各種批評指導我都接受 我跟全台灣人民分享我的婦孺 後來我也沒有關係 歐婦孺 你該為什麼 代物婦孺 不是 我要跟大家講 你有沒有很代物婦孺啊 這海邊本來就穿泳衣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我沒有意見啊 朱學恒YouTube頻道也宣布 即日期無限期停止公眾活動 像當初啊 台灣第一個被網友斗內譜 我千萬的YouTuber也是他 如今啊 恐怕要轉型成格不菱形YouTuber了 總內排名第一高興 等等 我應該要這樣講 每次 大家都去相信那個東西 我回去查 我整個月收入都沒有那麼高 搞一堆假麻匪在那邊 亂 亂 增加要錢幹嘛的 然後呢 盡情擬略 過去是朱學恒直播好拍檔的 國民黨議員徐草新 也到鍾沛君發文底下留言送暖 不過呢 開頭卻是先感謝朱大 遭到質疑 遭到被害者文章下感謝夾害人 對此徐巧琴也澄清 即使過往有再多的交情與感謝 都不能影響我面對是非之實 譴責朋友錯誤的行為 我也宣布不會跟朱學恒有直播節目了 我想我的確犯了錯 而平常水火不容的雞排妹 And陳怡難得泡口一致 朱學恒以後可以自稱自己噁難大王 這陣子還好意思上電視 拼命譴責性騷擾轉通告費啊 我想我的確犯了錯 這就是要打落水口啊 當然啊 我跟你講 我們這種佔第一線 是把狗打到水裡面的 接下來就交給各位下流的政治人物 把吊在水裡面的狗 打到你 我們趕快上去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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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民獷 難民獲勢 難民獲益 漫 Sam 難民獲噢 快上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